偷偷牛奶果必吃 到底什麼是牛奶果 吃吃看有沒有牛奶的味道 沒有的話我直接丟了 我直接砸店 我今天要來吃一間 我也沒去過的店 因為這邊是小琉球嘛 對 所以我剛剛就看到我扣肉飯 還有鬼頭刀炒飯 還有鍋燒麵 對對對 想說吃一下這樣 如果不好吃我直接餓 剛剛人家說炒麵好吃 炒麵好吃 對 喔 炒麵 喔 櫻花蝦炒飯 來來來來 剛吃完嗎 櫻花蝦炒飯比鬼頭刀炒飯好吃嗎 對 唉唷 唉唷 喔 我們多點 我們有四個人 哪一個 牛奶果 在地人推薦了啦 好 在地人 我們是 他們剛吃完 喔 我們也是還人的耶 我們台南的啊 來玩嗎 來 那個小琉球玩的 我們也是耶 我們快閃明天就回去了 我們後天啦 三天 昨天剛來 今天 我們今天去 明天回來 那麽要不錯啦 好 等一下要去轉角那個 吃那個 哪個 那個什麼 什麼雪糕刷冰那個 喔 你是烏鬼洞嗎 對 好 我都會去 那個 我們就是因為他給我們 叫我們過來拍的 等一下我們要回去了 拜拜 待會拜拜 拜拜 有緣台南見喔 他鄉遇故之 又回到你這邊了 又回到這邊了喔 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別人介紹的 走 好的 我們來試試看剛剛 知名線報人員跟我們講的 一花蝦子跟我們講的 那我們來測試看看 好咧 首先我們來看這蝦子大不大 嗯 一花蝦的蝦子很小 一花蝦本來就很小了 沒錯 所以我沒說什麼 好 蝦子不知道很重 好吃嗎 嗯 好吃 下一個 火燒 它的那個凍丸切碎喔 呦 切碎 然後麵 應該是中規中矩的那一種 麵是比較便宜的那一種 對對對 它也出來 可是它好了 好 下一個 十斤炒麵 很好吃 這可能蠻好吃的 很好吃 別斷 好的 根據知名線報 台南的小民們 台南的線報 說我們要多必吃 待會兒什麼是牛奶果 吃吃看有沒有牛奶的味道 沒有的話我直接丟了 我直接砸店 你說的喔 對 好 欸 它表情是可以的喔 好吃嗎 沒有牛奶味道耶 哎唷 不能砸店了 你是為了不想砸店嗎 沒有 真的有啊 好吃嗎 真的好吃耶 哇 真小啊 好吃嗎 怎麼樣 好吃嗎 紙好吃嗎 真好啦 下一個 巴掌 吃吃看 它這個醬 透明的耶 不好吃 醬怪怪的 炸電炸起來 欸對不是說炸電嗎 你不能因為一個 坦平而炸在家電 沒錯 我們來吃吃看 酸菜豬肚湯 它的料喔 蠻多的 物超所值 嗯 嗯 這個味道 下一個 控辣粉 控辣粉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滿滿的菜 醃漬物 控辣其實是除除而已 這個醃漬物可以嗎 很有水準 大概兩顆就沒了 跟平常吃的滷汁不太一樣 蠻特別 但有沒有到好吃 但有沒有到難吃 所以這一碗 OK 那整間呢 要炸電還是不炸電 好險有那個牛奶果 叫我炸電 就是以上是我個人的口感 不代表 客觀立場 OK